这个特别预算 那只是说因为刚才 我其实待会会谈到 这个关于水利署的部分 可是刚才我在听到那个主计长 您在回答那个许中信许委员的时候呢 关于这个SARS 对台湾的这个impact 那我听到好像您讲说 对于SARS期间 对于台湾GDP的影响 那么那个数字是 没有出来的吗 是不是 我刚好没听到你回答 因为上次那个SARS情况是比较严重 但是他在问你你的数字的时候 你是没有数字 那为什么我会先插进来这个议题呢 因为昨天我在那个国事论坛里面 我就有呼应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情流感的疫情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次SARS的经验 所以当我们在谈到防疫的时候呢 也应该要注意到 它对于这个我们台湾经济的一个影响 那在投影片里面呢 其实昨天我在国事论坛 为什么有这个数据出来 这个数据是台湾经济研究院出来的 就2003年的时候 SARS对台湾的 它当初预估造成的影响呢 是对GDP的影响呢 是减了570亿 那么 昨天国事论坛 我之所以会提这个问题呢 也有提到2003年呢 再看我们后面的data呢 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进口跟出口 我们的percentage 其实是急剧的上升嘛 我们如果用2001年来看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中国进口呢 大概有16% 但是呢 我们出口 中国大陆大概有40%多 所以以这个数据去比较 2003年的这个数据的话呢 那 主机长可能也要麻烦你特别 因为同样的 其实本席也认同啊 在内阁团队呢 他要做决定的时候 其实他需要有一些数字的一个support 那如果这个数字 以前既然我们已经有SARS的经验 在这一次的H7N9的 这个 擒头杆的事件 其实可以很快的把数据提供出来 这样子行政团队才可以做一个很快的决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在咨询 这个水利署之前 特别拜托我们10组机长 能够针对这个问题 能够重视它 好吗 是 好谢谢 那主机长您可以请 请回 是委员好 好署长 今天我们在提到这个特别预算 这个部分呢 我想有几件事情 跟署长特别救教 第一个我想没有任何人会有疑议 就是说水电呢 是我们的民生的这个基础的一个用品 如果水电有任何水也一样 那么电力涨价的时候造成的物价的飙涨 那么水不能够稳定的供应的话 它同样对于我们台湾的经济呢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impact 那么当然的 我觉得就是说 在前一阵子大家都在讲说 限水啊 限水还好 老天爷帮忙 老天爷帮忙 所以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呢 下了大雨 疏解了我们一些的这个压力 可是我们不能够永远都靠老天爷帮忙嘛 是不是 署长 是 老天爷的水是主要的来源 对 但是呢 我有其他问题要问你 抱歉 那么我们看一下您的这个水利署的这个资料 水利署的这个资料呢 我们看到你在您的这个网站上面 3月22号 就是我们讲说清明节之前 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级限水 二级限水 三阶段限水的这个各自的一个地区嘛 可是在清明之后啊 在清明之后 这个图表啊 理论上来讲 它应该有不同的一个变化了嘛 对不对 可是 目前这个是一个供水的一个状态 今天下午我们要做全省的一个 新水型状况的评估 评估完之后我们 你会update 再来看是不是需要调整 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因为从3月22号到现在啊 其实也有三个礼拜了嘛 是不是 是 所以你一般的update的速度 尤其碰到这个 用水啊的情形 可不可以稍微快一点 因为民众 因为对民众来讲 民众需要知道 这个当我们在讲说 要节约用水啊 等等的时候 其实民众也需要知道一些 最update的这个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拜托署长 就是相关的资讯 今天我们要求民众 那要求民众之前 可能要先要求我们自己 我们如果能够提供给民众正确的知识的话 资讯的话 那民众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 去做一些配合的动作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在刚才署长其实回答本院委员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资讯 本席要问的问题呢 其实署长已经回答 不过本席还是有一些的这个疑虑 要请教这个署长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都知道台湾呢 我刚刚讲说 我们不能够看天吃饭嘛 我们不能够期待 就是说缺水了 老天爷拜托下水 下雨 我们看一下台湾有这个所谓的枯水期 跟这个风水期 那么这个资料呢 也是石门水库的 这个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资讯提论 这个data呢 来源我就不再说 在图片上面都有 我们看到 就是说我们如果用基期啊 就是1980年到1999年的这个data来看的话 枯水期 风水期 两个加起来的数据 大概是2500多毫米 那你在看到2000年到2009年 因为抱歉 我们的data只能抓到2009年 我们抓不到其他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会希望有些的data 如果能够尽早公布的话 就算委员在咨询的时候 他对于行政部门的帮助 我觉得也会比较正确一点 我们算起来啊 他是2753毫米 可是你看他的基体 枯水期呢 他现在好像按照气候的变化 按照台湾地形的变化 枯水期呢 他是越来越枯 也就是说他的雨量是越来越少 可是风水期呢 他是越来越多 可是问题是 按照刚才我们相关的资料 还有刚才署长 你回答的这个情形来看的话 好像目前我们除了看天吃饭之外 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你的办法不外乎就是你建新水库嘛 不外乎就是你的旧水库的 你把这个淤泥去掉嘛 不外乎就是说要告诉老百姓说要节约用水嘛 除了这三个之外呢 我也没听到有别的 可是我们来看看你的 这个建新水库的地方 你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有真文水库啊 石门水库啊 你会建的这个防淤的这个隧道的系统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我们就讲 先讲这个防淤的部分来讲 按照你自己的报告 在今天的报告的第六页的地方啊 你上面提到石门水库 你用石门水库来做例子 它的鱼沙的这个流量呢 是三百五十万立方公尺 你的整治计划 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去整治呢 我们能够减少两百三十七万 也就是说每一年啊 每一年你的会累积出来 淤沙的缺口会有一百一十三万 你三百五十减两百三十七等一百一十三万嘛 也就是说就算你不要迟延 你还是会淤累积每年淤一百一十三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呢 哪一年的时候你是可以让三百五十 你能够减的 如果不迟延 三百五十你能够减的 是真的能够把它挖掉 是 谢谢委员 让我有机会说明 首先讲气候变迁 就气候变迁事实上 对我们每一年的总雨量 它变化不大 但是 因为我有时间压力 麻烦你针对问题回答 那我先就石门水库的部分 刚刚看到的这些数据呢 是我们这个特别预算的期间 要达到的效果 但是我刚刚有机会说到 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是要做新的排域隧道 这个量还不在这个里头 排域隧道不在这个 排域隧道因为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目前正在规划准备要发包 这个完成的期限会在后面 未来的经费不是在特别预算 所以这个部分的量呢 就会来满足现在的近来的这些数量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维持 进来跟出去能够平衡 这个是第一个目标 等一下署长我想请教你一下 你刚刚讲的是防域还是讲排域 事实上它的名词是不一样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可是按照你的这个评估报告 就是那个决案中心的评估报告 第八页里面提到 你的这个排域啊 你这个排域也就是说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道理 就是说这个113万的部分 如果可以透过别的管道呢 把它去掉的话 它才能够变成它不要再 每一年累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问题是按照我看你那个报告上面呢 你原来的原来应该完成的年度是100年嘛 你现在把它延展到102年底嘛 你上面是延到102年底 那今年不是102年吗 那102年底你现在发包的话 你现在可以在102年底完成 你现在要讲的 因为因为bear in mind 就是我们每一年差了113万哦 那如果说你越晚的话 它累积的数量就越多 越早的话 它就会越快可以排掉这个淤泥 那那个上面的这个评估报告 上面第八页讲说 你现在要到102年底 那意思是说 现在才发包的话来得及吗 是这里头有包括不同的工作项目 我刚刚讲的那个长期的排域隧道 那个时间会比较慢 不在这个特别预算里头 那署长你又没有去算 目前正在进行的 目前在进行的是我们把电厂改造成 它有排煞的功能 所以这个计划是在这个特别预算 我们的完成期限已经修正到104年 署长那我可能要特别拜托你 因为你要去算 因为你越晚完成 每一年accumulate累积起来 至少113 其他的不算你的磁炎 不算磁炎的情况之下 你至少有113 所以你要磁炎多久 你accumulate起来的 这个数量就更高 那另外一时间的问题 我要请教你刚刚前面提到新的水库 然后你要排域 第三个就是节水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再生水的计划 再生水目前在南部跟中部已经有指标性的两个长 它可以占到多少percent 因为你原来是讲了说海水淡化 我们未来设定的目标是在民国120年再生水有120万吨 大约是台湾的10%的日用水量 换句话说现在的工业用水有10% 谢谢你的这个资讯 你刚才的data是120年 120年有120万吨的再生水使用量 但是我们刚也同时看到你的那个哭水期 它的下降比例是相当快的 那你到120年的时候 它的哭水期的是不是还是这样 今天的data 这个也要麻烦署长参佐 那我很快的讲一下节水的问题 节水呢 其实刚才其他委员也有提到过 台湾的漏水的问题 因为data不一样 出来percentage不一样 但差不多都是在差不多20%左右 可是我们看到就像刚才 媒体其实有报道 但我不知道媒体报道data对不对 他讲日本呢是7% 全国7% 日本是7%对不对 然后呢 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设定一个目标是说 你节水的目标是要10% 这样子会不会让国人觉得 你被动了一点 是 我们的设定目标是在 2020年的时候漏水率在台湾地区是15%以下 那最最最最早要达到15% 那这个是因为各国的国情不一样 因为输配水系统会看地形的条件 你讲到重点 会看到地形的条件 所以欧洲国家有一些国家 它的雨水或者是血水非常的丰富 它根本就不care漏水率 那台湾地区呢 因为我们有地形上的一个限制 要把这个漏水率降到比日本还高 就是更低的一个标准的话 事实上投入成本非常的非常的高 那在经济效益上来讲 这一个是技术上的问题 一个是经济效益的问题 对但是 所以目前设定的目标只有15% 对但是书长我要提醒你 你刚刚讲欧美地区的那个 那个血水的量很大 对不对 人家的漏水率还是比我们低哦 有的国家很高 所以这个地方要拜托一下 然后另外的呢 你刚刚也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对于节水的问题 我们有所谓的十年降低漏水率计划 你可以 你提到说会字幕啊 640亿的这个预算 我要请教一下 因为按照资料显示 好像我们的那个管线 之所以漏水管线的 育龄的部分高达28% 所以这个部分就包括有一部分 育龄管线的态换 那以它漏水量最大的地区 优先来态换 对但是按照你的那个data 同样出来 漏水最高的地区是台北基隆啊 占了34.76%啊 然后次高的是台中南投 占了29.79%啊 那这样子依照你的计划来态换的话 你看北部地区漏水高达34.76% 你要在多久的时间 能够34.76% 你可以如果可以降很大的一部分 那当然它的问题是可以解决很多啊 是所以降低漏水率的目标的设定 第一个是缺水地区 第二个是用量大的地区 那有几个评比的因子 我们会找出最有效率 这个薪水效率最高的地方 不可以拜托在汇后啊 把你的时程 具体的计划跟它的时程 做法 对 然后我们要看它是不能落实 最后一个呢 是自来水公司的营运绩效 我们有一个data显示啊 因为好像那个台湾的水价 没有办法涨嘛 对不对 但我并不是讲说水价该涨 我现在是讲的就是说 当我们在讲最重要一个 不是就是开源节流吗 我们看到自来水公司的营运绩效 好像并不是太好 但是我们依照自来水法的规定啊 其实我们水地署应该是 对于自来水公司的一个监督的一个单位 我们不希望啊 我们不希望我们国人啊 台电的问题要伤脑筋之外呢 自来水公司我们将来也要伤脑筋 然后把所有的问题呢全部都丢到国人 让国人去分担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署长 对于自来水公司的这个绩效不张 我们data上面有秀出来 自来水公司的亏损的一个情形 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亏损的情形 让这个亏损能够改善 不要让全民对于自来水公司的亏损呢 又要买单 是自来水公司的营运管理 在经济部的这个监管单位是国营会 不过我可以简要说明一下 目前水公司的负债大概是在500亿左右 那跟其他的国营事业或者一般的企业体 他负债的比例跟他资产的比例算起来是不高的 所以在经济部在去年 师部长还在任的时候 特别为了自来水公司的营运管理 成立一个专业小组在检讨 那目前这个检讨的计划还在进行当中 无非是希望自来水公司能够像 一般比较正常的这个公司的营运状态 他能够改善他的漏水率 然后要投入他的经费 因为这个部分刚刚讲到的640亿是水公司要自筹的 所以在财务计划上面怎么样来协助 来辅导自来水公司 让他有更好的绩效 目前经济部正在努力当中 但是我要提醒署长的 按照这个自来水法 自来水法 经济部水利署组织条例 经济部水利署组织条例的第二条 他讲经济部水利署掌理下列事项 水利与自来水事业之调查 规划新办之审议协调与督导 所以这个可能不是单纯的国营会的 对 这个是目前部里面是两个单位分工 所以特别拜托一下 因为这个督导的部分呢 还是要靠水利署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期许 对我们经济部水利署有一个期许 希望能够及早因应这个气候的变迁呢 能够迅速改善我们这个漏水的问题 然后确保台湾的永续的发展 以上谢谢 是 谢谢 各位请回 接着